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懂了 您这是想让咱们帮着看看坟地的风水 嗯 李托叔 我能摸摸它吗 嗯 如果你不怕药 哎 他他他 哎 你这坏小狗 哎呀 你刚刚见咱那个是什么来头 竟然可以自己削苹果 那就是水果刀啊 全自动的而已 松鹊姐姐 这是什么书呀 嘿嘿 这神恋 哎 等等 你还没长大 看不到 看不到 师父 你说咱刚刚使的那一事 如何 架势不精 胆气不足 口诀还是现编 松鹊 你这几日仍虚 啊 师父 别念了 别念了 咱这就练起 姐 自我这恐惧而生的一项吗 不用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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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是这么大 吧 我喝了 我喝了 就喝了 你别不喝了 我喝了 我喝了 小叶子 你是来陪我的吗 也是 你不会说话 没关系 如果可以 我还想像你一样呢 做一片被风托起的叶子 挑去世界外的任何地方 比如说看不到尽头的蔚蓝大海 晒得烫脚的沙漠 绿地毯一样的草原 又比如 一本老乡册的最后一页 被当作书签 还是会寂寞吧 不过 据说在城寨里的大树 还没有扎根以前 世界的确如箱策里描绘的那般广阔 那时的大海 还不是如今人们所说的数据之海 那时的树叶 也像花朵一样 同样拥有许多种颜色 而我 我最喜欢你变成绿色 填满枝头的时候 因为讨生活的那会儿 到了这个时节 洗衣服不怕动坏手 拿到的剩菜 也能多留点余温 被欺负了 也不至于无处可藏 我还能用你吹这小曲呢 这样说来 你才是配我醉酒的朋友啊 所以 你应该 不 你一定看到了 对吧 在停电之后 身穿公主裙的女孩 没有直接逃离孤儿园 事实上 她趁着夜色 趁着停电的空档 干了一件事 一件很坏 很坏的事 她在欺负过她的人的床单上 留下了自己的鞋印 又把垃圾桶里的垃圾 一股脑地倒了上去 最后 她甚至偷走了 她们霸占的所有零食 真的 她不知道停电是谁干的 说不定 她就是和面包片 沾完果酱的那一面 突然掉在地上一样 倒霉 而又俗气 但她就是想这样做 她就是想 也对 她扮演的角色 毕竟是 黑色的星星啊 是啊 这里好像 也算得上舞台的 既位于郎秋中心 又被所有人仰视 还有一位 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女孩 真想不到 都过了这么久 我还记得大概怎么着 师父 抱歉 是我打断了你 没 没有 你的新朋友 他们不在呢 嗯 我拜托小萨拉 做了一些误导 他们一时 还找不到这里 不过 既然寻梦者 多少梦见过这一幕 他想来到这里寻找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刚刚哼的曲子 是星星公主 对吗 师父 怎么知道 童族的小辈 很喜欢这个故事 在影中诅咒爆发时 他一度成为了 他们最离不开的睡前毒物 出于好奇 我观看了一场 由此改变的剧目 也因此明白了 他大受欢迎的理由 我想 哪怕在故事的最后 黑之星逃脱了 应有的惩罚 白之星也随人类的失去一通沉寂 在小辈们眼里 白之星也会是那唯一的 真正的宫主 世人与天上的星星无异 都有或暗或亮的时刻 但 你亮起时散发的光芒 的确如白之星一般 没有丝毫无助 咱 攒演的 可是坏事做尽的黑之星 哪里能比得上白之星呀 连这种时候 你也要欺满自己的心吗 宋曲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黑之星 他们都需要直面自己选择的命运 不是吗 嗯 我明白 对郎秋和七叔而言 我 确实是近在咫尺 又难以复现的希望 这一百年来 书当中的任何一人 都可以为了切实握住希望 而成为我的处刑者 可从结果看来 竟无一人如此 先是利托书劝我离开郎秋 再到大家先后睡去 免利托延危机到来的时间 甚至在危机迫近咽喉的现在 即使已经困难到需要瑟拉的帮助 才能维持行动 瑟莉某小姐 她也拒绝对我回见相向 老实说 看到大家竟然这么喜欢我 我非常 非常感谢 原来 一个什么都不是 也什么都没有的骗子 还真的可以通过欺瞒 验到自己 梦寐以求的真实 所以 所以 身为七叔的领导者 身为我的师父 你必须成为唯一的例外 为了虚无缥缈的可能 转而放弃手边切实的希望 啥子才会这么干的 你说得不错 我来此地 正是为了亲手结束宋雀的性命 师父 在这之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吧 为师 向你保证 我就要 死了吗 没事的 没事的 师父疼我 我会很痛的 一下 就结束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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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有很多没有做的事 我还想 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 但是 死了以后 我就不存在了 不论谁都好 救救我 快救救我 快 师父 快 师父 快 师父 宋雀 别怕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父 我 看来 我 是 终究是个愚者 百年之前如此 今日 同样如此 对不起 宋雀 该说对不起的人 从来都是为师 若是细数白吉所犯下的过错 怕是一天一夜也诉不尽 而他所做过的好事 也尽是他为坏事找寻的掩饰 在白吉的人生中 只有过一件正确的事 他恰巧在不久前重演 并让他寻回了意识 在漫长时光里的某种心情 留下宋雀 他无愧无悔 师父 宋雀 我既一提狼秋做出了选择 就不愿再以世道如今 作为自己的借口 你我都清楚 此刻摆在众生面前的 也仅剩隐秋背后 那激进幻觉的明光 我 我不明白 师父 你果然还是你 宋雀 为师没有笑话你的意思 让我举个例子吧 你认为 在寻梦者遇见的未来当中 为何稳操胜券的绝 反而要冒一点无谓的风险 要将为师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将此刻存在于狼秋的全部影子 导入一场危急 这样一来 会发生什么呢 等等 该不会 大胆说出你的猜想便好 该不会 大家在百年间积攒的力量 会把绝连通影子 塑造成某种实体 满分答案 如果那无相之相足够纯粹 便存有微小的可能 使得树在全力施展各自的手段后 能够将身为其中意志的绝 重塑为一位有形的善神 从而彻底化解危机 而如果与此相悖 在面对有形的恶神时 我们的状况 也总好过毫无胜算地去面对无形之神 或者说世界的恶意 当然 若只从难度看 造就善神与击败恶神 二者艰难如登天 这也是 我在此之前 始终将这一选择树枝高阁的原言 这不是我们的白先生吗 对于自己获得的新力量 你可满意 贪天之功 适逢其罪 我又何谈满意 哎呀 那你倒是很适合这虚愿之名了 哦 对了 有件小事需要和你同步 就在刚才 七术中的最后一名 也已经完成蛻变 松雀 你对他 叠吉 我可没有打算坑害你的宝贝徒儿 只不过 若是他乐意为世界小小地牺牲一下自己 那就另当别论了 老实说 与你的虚愿相比 还是他的欺瞒更加有趣 之前 你将树的原额阔为七名 决定以卯星的残片分赠他们 那时你一定无法想象 看似最为无能的欺瞒 于某种意义上说 的确是我等之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讨论吧 你的厌恶与原始的黄道星之环 毕竟有云迷之别 而若想将其堪堪弥补 我们就必须将自我填入其间 用我自己的预言来说 也就是脆火 我等利用影子的方式 或迟或早 都将与星之环残片发生共鸣 并因之固化 形成蜕变 这虽说是穷途末路之举 倒也能滔天换日 勉励将自我与规则合一 并借此操控世界 对于蜕变本身 我相信大家并无奢求 享乐 逊死 结合 他们从前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 破气 虚艳 弃勇 我们的人生 也一如既往 只是更负挑战罢了 但唯独欺瞒 你真的认为 他的天赋 在于能借用他者之力 因是力道 当个术中骗子吗 阿杰塔 你不必追溯过往 在蜕变之后 欺瞒之术 究竟化为了何种力量 哦 看来你想要最直接的答案 你 见过玻璃叶滴 被淬火之后的样子吗 那是一种很美丽的事物 就像凝固的泪滴一样 由于脆火的过程 为他保留了特殊的硬力结构 这种泪滴的头部变得异常坚硬 即使用铁锤敲打也不会损坏 但是 就像那些最普通的生活经验 告诉我们的那样 表面上越完美的事物 他的弱点 也往往越为致命 比如 对于这种泪滴来说 只要握住他纤细的尾部 轻轻一掰 啪 无论整个玻璃多么坚固 尺寸多大 它都会瞬间从内部崩解 变成一地碎屑 等等 你难道是说 哎呀 我们聪明的白先生 当我举出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内心里明白了吧 经过七数以身合道的脆火 如果将影子的一切全能 比作这种玻璃泪滴 那么与星之环结合的松阙 就正是这泪滴的尾端 它乍看起来毫无修为 只能借用我们的力量 用一种明目张胆的欺骗 来彰显自己的树枝威仪 但如果 有另一外卯星的残片 为它施加足够的压力 它就会带着全部的影子全能 经历一次重整 摧毁一切规则 回到最初的起点 从学术角度考虑 我或许称之为 受魄条件下的定向 虚数重整化更为精确 但 以你的品位而言 我们不妨称呼它为 异类之仪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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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突然话说到一半就 没事 为师只是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 你还记得大家最初告诉你 什么是异类之仪的时候吗 啊 那个呀 说实话都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咱这智力平平平的脑子 早都记不真切了 咱只记得 利托书当时好像说 这能力算是抢了他的招牌 他不仅不打算激活 还要阻止别人使用 哎 这么说来 塔医也是类似的说法呢 他说自己对什么 归零的起点不感兴趣 没有道理上手做这种 破坏艺术品的实验 哎 好像咱的记忆也不是那么不靠谱嘛 小瑟拉心疼咱的样子 瑟莉姆小姐觉得咱还是她财产的样子 等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不是全都历历在目吗 嗯 倒是师父你 那个时候露出了一副油油郁郁 苦达仇深的模样 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了 是啊 为师 终究是一介庸人 哎 师父你也别这么说 嗯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敲头 自然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脑子里忽然就又冒出这句话了 如果是希娜 她估计也会有一样的感慨 这么说来 那位希娜小姐 没什么 天道之事 恐怕我等并无资格意测 倒是你 怎么突然又这么开心了 哎呀 在办大事之前 咱也得用自己的老方法提提气嘛 师父 有些事 你老人家看破不说破 成不成 成 你既已做好了准备 不如即刻返回虎珀街吧 你的新老朋友 想必已等候多时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我已经在寻梦者梦当的那个位置 哎 再又如何 如果任意一树有意阻止 那里都不是你们能随意靠近的地方 之所以有人在梦里可以 恐怕是因为对那时的气用来说 你们有些些利用价值吧 不过觉得力量 似乎也不仅仅是树这个概念可以 咋 这就下破胆了 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是训死的延伸 它除了气用又能算是什么 做人可不能双重标准 我只知道你在那个梦里 像野狗一样死在了路边 根本没人关心 呸 呸 那不过是实诈的幻术罢了 群梦者哪里亲眼见过 你要我说 就连那白吉也不可能是真要杀了松车 他要能铁下这个心 过去那一百多年什么时候不能动手啊 可是 咱回来啦 松车 吓死我了 虽然这个新的方案听上去充满挑战 但还好 还好你师父没有破关破摔 得了吧 你怎么知道这不算破关破摔啊 你们试着把唯一的志愿者斯卡德传送到欧夏 结果又怎么样 哦 我们之前尝试了把狼丘居民传送去欧夏的实验 不用他意外 反正也失败了 陈雪那边推测 这多半和狼丘人长期进行的危机脱不开干血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影子 却又没有树那样的本事 想摆脱影子的撤走 怎么看都难 当然也不排除某位数在协助传送时有所保留的可能 别这样说 克拉利 多尼格尔虽然态度不好 但他好歹帮了忙 好歹 喂 想一出试一出的是你们 落锤子的也是你们 我这做狗的 除了跟在你们屁股后面骂骂咧咧几句 还能干啥 别忘了 要不是有个鬼东西在打影坛的主意 就凭你们 还想使唤我当苦力 嘿 门都别想 哎呦 对不起啦 你道什么歉 你以为 我现在就不想把狼球拆了吗 只不过凡事有先来后道而已 宋雀 你师父呢 怎么没见他跟你一起回来 师父说 他要先把无相之相 也就是影球 给拖下来 为塑形做好准备 咱们 没什么大力气 还不如先回琥珀街召集大家 我看哪 他就是现在羞愧得不敢见人 这才让你一个人回来 哼哼 要照你这么说 那咱还挺有面子的嘛 那 仗着这点面子 多尼哥 你鼻子这么灵 应该知道东姐他们在哪儿吧 带我们去找一下如何 鼻子灵 你把我当 得得得得得 当狗就当狗吧 咱这走江湖的 谁还不是别人的一条狗呢 人 诶 你要去哪里 除了我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哼 白吉 他倒没让我太失望 太好了 松雀姐姐没事 白吉叔叔果然不是坏人 嗨 咱没事 别担心 别起那个 当然还是天上的黑球球 哇 师父厉害呀 啊 既然师父已经开始了 咱们也得抓紧时间 这事说难也不难 按师父说的走 一共就两步 其一 把绝从数据之海捞出来 带上 咱们一块去找师父 其二 咱们按师父的指导 将树的力量导向极致 在短时间内 控制住狼球全部的影子 从而由他 来操纵一场赌上一切的围急 以此为绝塑形 作为结果 如果运气好 绝能改邪归正 那咱就抱他的大腿 如果运气差 咱就和他打一架 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哦 满仓下注 一把绝胜负 好消息是 如果提前预防冲击 对欧下而言 狼球毁灭的结果 也不过是一场地震而已 那 你们要回避战斗吗 嗯 你为什么这么想 为了充分观察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样本 和他们同生共死 才是研究者的常识吧 要是实在不行 我说不定还能努努力 让大家藏到星之环里面 躲过这次在那 温西娜 你超现星之环的能力 不是会 嘿 别担心 我只是在考虑最极限的情况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那也没法纠结后遗症的问题了嘛 嗨 哪有那么麻烦 咱这又没有自费武功 万一横数都搞不定了 你们不还有我 这个欺瞒之数吗 只不过真到那种时候 大家可就别再舍不得咱了 事情 应该不会走到那一步吧 这可不好说 作为凶兆的一环 如果没有你 我都衰弱得没办法自己走路了 呃 要不 咱干脆现场来试试运气 行动者是不是还没有玩过 狼秋十乐之一 紧张刺激的运势游戏 翻翻乐之 无敌大了透 来来来 龙门大阵 咱给大家摆他一摆 哟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那咱今天的运势 可和在某人梦里那时候 完全不一样咯 呃 那个 灯姐 哦 没什么 虽然你以前总靠出千玩这个游戏 既然运气不错 那我们就趁热打铁吧 实不相瞒 在你与白吉确认一类之遗的同时 我也受他之拓 为计划的其他可能性做了一些工作 这不是其他器用 正是暂时被白吉压制住的绝 此刻 他和阿杰塔的那方空间一道 被收入了有异影之浓的纳物袋 虽说每个纳物袋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左右 但至少在我平日储备的纳物袋耗尽之前 如果我们想要对他进行什么操作 还是可以随取随用 怪不得我们在湖泊街一直没看见你 等等 如果是这样 那你岂不是早就猜到白吉先生不会对宋渠出手了 我只是不喜欢被动的等待结果 我必须做些什么 没错吧 作为借口 他已经过时了 你怎么知道 是那场梦吗 这么说了 算了 不是什么适合现在讨论的话题 大家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该说你嘴笨 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 无妨 既然白吉早就准备了这么一场盛会 那我们当然也没有不参加的道理 嗯 书虫也总和我说 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嘿嘿 谢了谢了 所以 多尼格尔呢 去 搞得好像之前几次你们征求过我意见似的 事先声明一点啊 开战的时候 谁都行 别让我打托人 多多 难道你在害怕吗 嗯 小不点你说谁 咳咳咳 咳咳 我的色拉妹妹 主角一般最后才登场 懂吗 可多多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角 那么 许梦者呢 咱的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是狼秋自己的事 咱不希望作为客人的你们 因此受伤 甚至 遭遇更坏的事 这狼秋既然有你 我们就绝不能额眼旁观 再说 欧夏那边有陈学姐 她可比我厉害多了 是啊 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欧夏不一样 在狼秋这边 多一个人 可能就是多一份力 仍然还是要有点冒险精神 嗯 见死不救 也不是女武神的作风 哎呀 真是的 再这么说下去 咱可要憋不住眼泪啦 实话说 我还挺想看看 你哭鼻子是什么样子呢 喂 除了我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除了我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你要去哪里 什么事 你 在吃糖吗 看你的表情 是觉得我这种人 不会喜欢吃糖 什么事 你 在吃糖吗 嗯 从前确实不喜欢吃 是某位自称大师的人物 硬给糖果套上了 许多莫名其妙的功效 我不信他 就想着试一试 亲自扳倒他的谬论 结果这一事 反倒让我就此 喜欢上了糖果的滋味 算了 被人偶尔欺瞒一回 也不坏 总理没事可做 强伤太多 对了 在你梦里 我们打的那第二家 据说是西娜迪雅 用她的迫气 赢了我的迫气 是 我也不明白 西娜为什么能做的 而且副作用很强 但 确实可以有人 在迫气这路上胜过我 哪怕在今天之前 这个人都和迫气 毫无关系 非要说的话 确实如此 明白了 谢谢 刀也没什么 只是感觉自己 又学到了一点新东西 说不定 能够活用于下一次 除了我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干 干嘛 你看起来很开心 是因为又能和其他树 并肩作战了吗 说什么屁话 我才没有开心 要不是顶着半个 训死的名头 又不想破坏刚刚的气氛 我早回我睡大觉了 你还真是喜欢说反话 只可惜 你 瞒不了我 嘿嘿 你们都瞒不了我 你们开心的时候 尾巴都翘得很高 还会摆来摆去 多明显 我还以为只有我发现了呢 啊 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吗 呃 呃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瑟莉姆 你现在还好吗 你这态度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是什么绝症病人 啊 看你的反应 我一定让你觉得很可怜 啊 不 应该说 很凄惨 哈哈 哈哈哈 庶民可最喜欢看贵族的末路了 不是吗 啊 我并不是 有趣 末路自有它的趣味 否则古往今来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戏剧 热衷于探讨自杀行为 只不过 比起这种古以有之的审美 一片片的撕下故事的未来 再把它们裁成我最喜欢的样子 这样才更有趣吧 色姐姐 未来也能裁剪吗 虽然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做 但我会帮你 谢谢 小瑟拉的结合 也是我必不可少的陈线呢 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准备好了吗 无相之相 无所定型 万事皆云 打个通俗点的比方 就像是狼秋这一方世界的许愿机 而填充这种许愿机的 又是人们的恐惧 我等遂努力驱立避害 让营也能造福人间 唯有这原初之恶 无法更改 难以动摇 凡是生灵 皆有恐惧 人出本善 破坏 杀戮 一切人为之恶 追根溯源 几乎都有恐惧而起 而无相之相 便是积极大成者 然也 咱不是也说过吗 这些汇集起来的影子 就像是狼秋的墓地 毕竟 还有哪种负面情绪 能超过死亡的恐怖呢 说起来 我们来是来了 可对自己能做什么 要做什么 却还是应该不知 白鸡先生 不如你现在 就给我们安排点活呗 在虎泊街玩了这么久 也该做些回报大家的事了 陈雪姐刚刚倒是嘱咐过我 说是一定要把仪式的过程拍摄下来 好方便研究所开展后续研究 不同于一类之仪 这次的仪式被称作塑形之仪 对吧 为无相之相构筑外形 虽然只花了师父几秒钟的时间来命名 但倒也简洁明亮 之前 松雀也为各位简单说明过 塑形之仪的过程 就是由树井可能多的支配影子 最好是狼秋的全部 再由在下凭借虚焰之力 完成一次危机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的确有一件非拜托诸位不可的事 哎呀老师父 您就别卖关子了 好 我需要你们在塑形之仪进行期间 为我等护阵 只要在场众人能坚持到阵法落成 剩余之事 交给在下便好 我 总觉得爱因斯坦在地球上做过类似的事 爱因斯坦是谁 大概 算我妈 虽然他只肯让我叫他姐姐 没什么 总之这不重要 不用在意 在我和克拉里接受的课程中 倒有不少都和护阵相关 虽然此阵非比阵 但应对技巧应该差不多 哦 说过这个 总之 就是别让奇怪的东西 靠近各位树和影球就对了吧 正是 没问题 包在我们身上 来到狼秋之后 我们也积累了不少应对影子的经验 而且还有绝之外的其他器用可自利用 嗯 应该没问题 你倒是自信一点 别用提问的语期来回答呀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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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 白极谢过各位 来吧 诸位 速行之仪 即刻开始 以万有为仇 与天使其命 无心无道 循玄 尽检 金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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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心 封 我 还真是没完没了 别想靠近他们 交给我吧 走这边 不要掉队啊 常常来自星辰的脉冲 结征 头伸过来 隐情 蝶红 我还真是多呀 还没结束吗 来的 再坚持一会儿 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失败 大家已经累了吗 那就都交给我吧 地面在震动 白鸡那边 好像成功了 好 是有没有 是有没有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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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亲见死亡的真正面貌 才能明了死亡能带来什么 而后 我会亲手消磨自己存在于事件的痕迹 既然我们的终局都是在罪恶中归于空无 那么将整片土地的罪疚加住一人 又有何方 放手一搏吧 我将成为你的共犯 集体意志的代行者 这种复杂的事我还从来没有想过 我只知道 两个人的智慧会强于一个人的智慧 两个人的力量会强于一个人的力量 大家在一起会变得更幸福 也会变得更强大 所以 请让我们帮助你吧 这是大家的决定 也是我自己的愿望 灯就是我 我却不仅仅是灯 我不认为自己 与那些未能幸存的同伴有什么区别 但既然我还有呼吸 就必须有所行动 你的提议我不感兴趣 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姑且还是同路人 不会成为你们的助力 只不过 是用自己的方式 灯不会消失 只要影子依旧存在 就还有人需要光明 拯救世界 我可不是什么正义的伙伴 这种充满道德感的理想不适合我 不过 你掩揽奇数 分授厌恶之权 想来也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理想 遥遥欲坠的全能 与云集雾散的同伴 相当合宜的搭配 不是吗 既然接受了你的邀请 我承诺 会不遗余力地协助你们降服影哉 但如果有朝一日 这由虚焰所住的平衡 终究像碎裂的玻璃一般四散横飞 那么我也不介意将其中最为珍奇的残片纳入收藏 合作愉快 我的朋友 对不住啊师父 受了你那么多教诲和关心 却还是没什么长进 但是 我真的很开心 你愿意邀请我成为七术之一 还不知道星之环会赋予我什么样的能力 说不准 能让我变成无往不利的大英雄呢 没忍住 又印象天开了 我也知道 自己最大的特色 恐怕就是平英 穿上漂亮裙子也不像公主 就算是握着能变成英雄的法宝 也还是凡人一个 但 就算是这样 我也想要做些什么 至少 能帮上你们一点忙也成啊 这里 也是我的地盘啊 如果不能豁出十倍百倍的命去战斗 如果不能保住郎秋 我就没有容身之处了 师父 有了星之环帮忙 我们一定会赢的 对吧 我们一定会赢的 是吗 天意从来不随人 但 我等一路至此 也从不是为了顺天而行 只可以谋人 而不可以谋天 纵天命不可为 这百年蹉跎 这无数次倒风饮血 也将为这一天 撞出一道细细的裂痕 自复影失败以来 我等为逆天而行所犯下的罪疚 我等为逆天而行所犯下的罪疚 装装渐渐 早已是庆祝难输 既然如此 再添一桩罪名 又有何方 非蛾扑火 其令焚身 无论命运将以何种姿态降练 我等七术 君愿灵兽造神之罪 真是 各位 素行之仪夜已完成 影中意志 不久之后便会破壳而出 以有形之姿苏醒 即使 玄于狼秋上空百年的虚焰空岛 也将无法继续维持漂浮的状态 若是有人继续留在此地 恐怕也会受到波及 请各位随我换一处安全之所 再行商讨后续之事 好 无论影中意志化身为何种形貌 那都只是一道成装意识的皮囊 也和此人本性如何毫无关系 咱明白 只是确实惊讶罢了 好了好了 继续在这里发呆可不是办法 赶紧动身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琥珀街地势较高 足以规避影坛的震动 就去那里吧 咱也是这么想的 要是那影子里的家伙 打算对普通人下手 咱们也来得及出手照应 正是如此 那你们还是要动作快点 经过刚才的遗失 各位过去通过虚焰获得的力量 流失速度想必又加快了 师父 你们 无妨 只要计划能顺利推进 这些细末之事不必在意 那倒是 对我来说 流失速的力量 反而就像解开僵绳 如果只是单纯的战斗 凭我一个也就足够了 斯里姆小姐 用不用咱扶你一把 小雀子 你说什么 我刚才没有听清 再说一遍 没什么 您先请 您先请 松雀姐姐 我有句话想和你说 怎么了小雀啦 你不用为这件事感到介意 历史 是一场只有宾客的盛会 它从来不会因一个人而改变 因此 也不应该由一个人承担 死了 这是色姐姐的想法 虽然色姐姐的潜意是说 不可以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 但是我想 现在的松雀姐姐 一定非常需要这些话 嗯 谢谢尼斯拉 谢谢你们 徐梦哲 我们走吧 附近有崩化能反应 要小心哦 一鼓作气 出发 多尼哥尔 他在干什么 多尼戈尔 别在这儿发呆了 快走吧 小心点 会空岛落下来 把你砸成狗饼干就不好了 哦 差点忘了 作为影子的造物 你的确不怕这个 多尼戈尔 你究竟在看什么 在找什么东西吗 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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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着天上做什么 影坛不是在我们的脚下吗 是啊 既然想要看影坛 就该到它的源流之处 多么简单的道理 我怎么之前没有意识到呢 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了 我也听不懂 不如说它整只狗的表现都很奇怪 以地球的经验来说 这种小动物性情大变的状况 往往是自然灾害的仙兆 听不懂就一边去 别在这里胡乱解释 烦死了 那 你们不是要当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吗 那就赶紧走吧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总不会是打算临阵倒戈吧 嗯 倒戈 开什么玩笑 我和你们本来也不是同路人 白天才打过一架 这就忘了 老实讲 之前是被那套法器压制 我才不得不仰人鼻息 但是 结束了一时的现在 我 自由了 知道什么是自由吗 嗯 无论我做什么想什么 都和你们没有关系 这里风景好 哎 我就乐意待在这儿 懂了吗 嗯 行行行 别在这儿爱手爱脚 哎 你 哎 算了 西娜 她说得对 时间紧迫 正是要紧 走吧 哼 早该这样 不送 走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去的地方 哼哼 我也并不例外 托尼格尔这家伙 真是气死人了 把那条狗放着不管 没问题吗 没关系 就让她这样待着吧 她 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举动 前方的敌人 就尽管交给我吧 不过 大家要跟上啊 等等 你们看 西纳迪亚 正在接近目标 一鼓作气 出番 那是 因为七术的力量被削弱 狼秋的零恶石像开始不受控制了吗 无妨 这火焰亦是与影中意志对抗的一环 先对付眼前的敌人吧 各种缘由 待转移到安全之所后 在下会向各位解释 出发吧 倒计时 小心 就站了 一起上吧 别客气 只能无敌 逃不掉了 交给我吧 大家要跟上啊 头伸过来 龙子 比叶 火力出击 打赉 石头 你准备一下 放牢 打赉 品尾 摩蛋 若 对 没话 來了 嗯,好 所以,剛才就是…… 嗯,空檔,迎來了他注定的命運 等情況平息下來,我們就返回影壇那邊嗎? 不慌,我們…… 還有時間布置戰術,對影中意志而言,消解影球的屏障,徹底駕馭的力量,這都不是瞬間能完成的事。 別忘了,影壇中還存有馴死的餘味,方才多尼戈爾不願離開,多半也是與此有關。 利托叔…… 利托斯特平生唯一的志願,就是在臨終之際掃進生前生後的朱瓣臣子。可惜身為友人,這一願望我終究無法幫他實現。 甚至要在這百年後,繼續借用殉死殘存的力量,才能爭取一絲聖劑。 利托斯特叔曾說,他無法真正死去。 是啊,因為他所留下的尘埃,他的恐懼,從來不曾真正消散。 他以自身為己所供養的影壇,終究會化作牢笼將他囚困其中。 百年之前,他就已經知曉。 師父,我…… 不必傷懷,宋雀。 除雀自身的願望,利托斯特殉身影壇,本就是為了一直隱災蔓延。 這一切因我而起,不是你們任何人的過錯。 當然,話雖如此…… 我也並不為自己使用過黃道星之環而後悔。 如果時間再次到回當日,我依然會…… 事登人神。 不過,既然事實證明,連星之環也無力承受影子的本質。 若我們此番能徹底終結影災,倒也足以讓人們忘記殉死的貢獻。 …… 如此說來…… 百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才第一次…… 有了真正能實現他願望的一個機會。 好了。 往日的追思,並不能解決當下的問題。 關於可能來臨的那場死鬥, 我們還是要做足準備。 各位,請隨我來。 必要的儀式感,究竟應當齊備。 清浮的風,也是知覺的一部分。 嗯,逛逛街吧。 我想…… 諸位應該明白。 我們潛在的敵人,他來自自然規律本身。 我們使出渾身解暑,也不過能將他從一個暗處的無形之神,轉化成明初的有形之神。 我等只是獲得了世神的舞台。 其餘一切,此刻不過是空談。 所以……我接下來想說的是,當我們計劃殺死一位神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什麼? 或者說,我們究竟是想殺死一位神,還是想……消除一種權力? 想殺死一位神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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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师父 中文字枿 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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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